OK,大家例三都做完了,我们来说说例三的这个 我们通过例三的讲解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等比数列有哪些,就像我们昨天讲的等差数列里面有的那些小技巧 来,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 如果A4等于4,那么A2乘以A6等于多少 你总结出这个技巧是啥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拿公式算了,A1Q立方等于4 然后求A1Q乘上A1Q五方,是这样吗 那你总结出来,第一道题技巧是啥 你是不是发现,嗯,技巧是啥 A2乘A6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A4的平方,对吧 那这个技巧如果我们仿照昨天等差数列的那个技巧 应该怎么来表述 你想A2乘A16等于A4平方 那我们再来看比如说第三小题 如果A1乘A1A10是这两个方程的根 求A4乘A7 那A4乘A7又等于什么 是不是正要等于A1乘A10,对吧 你发现这个技巧 因此我们得到第一个结论就是 如果AN 是一个等比数列 是吧 如果第一个性质 我们发现,我们发现跟昨天等差数列一样 如果M加N等于P加Q 是这样吗 那么在等比数列,在等差数列里是不是AM加AN等于AP加AQ 那在等比数列里呢 是得到AM乘以AN等于AP乘以AQ 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等比数列的第一个性质 没问题吧 这个好理解吗 你发现往两边走 这是不是就是两个数的核等于这两个数的核 往两边走 是不是这边是除以Q的多少次方 这边是乘以Q的多少次方 正好一乘就没了 是这样吗 OK,这是第一个性质 好,再往下走 看第二条题 已知AN各项为正 并且Q等于Q方等于4 所以Q等于多少 2还是正负2 为什么不是正负2呢 各项为正是不是 所以除了肯定是2 A3加A4除以A4加A5 这个怎么算 你发现A3加A4是不是就相当于是A3乘Q 是这样吗 下面的A4加A5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A3乘Q加A3乘Q方 对吧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上面如果你把A3提出来 是不是等于1加Q 就A3倍的1加Q 那下面你把谁提出来 把A4提出来 是不是等于A4倍的1加Q 把1加Q约掉 对吧 因为Q等于2嘛 所以等于Q分之1 所以算出来应该是1分之2 所以你发现通过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发现在等比数列中 如果分子 如果是一个分式对吧 如果分子和分母是关于A英这种旗次的 你注意它上面是不是一次的 A3加A次 下面呢 也是一次的 A4加A5吧 凡是这种旗次的 只和谁有关 只和谁有关 只和Q有关 是这样吗 因为每一项 是不是都可以写成A1乘Q的若干字方的形式 对吧 如果上下旗次 最后谁会被消掉 A1会被消掉 是这样吧 所以我们发现等比数列里 每两项之间 就因为每一项你都可以写成A1 同样我们发现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每一项能不能都写成A2 每一项能不能都写成A3 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我们发现 如果说有两项 一个是AM四方 一个是 一个不是AM四方 一个是AM 一个是AN 那么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AM和AN之间有什么关系 AM除以AN 这样写可能大家会看到 我知道 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运动了 这样可能你们看着不是很清楚 我换个写法就好了 我写成 AM除以AN 等于什么 等于数列 你发现 这个是不是A1Q的M减一次方 这是不是A1Q的N减一次方 所以一笔的话 是不是等于Q的M减一次方 比上Q的N减一次方 算出来等于Q的什么 非常好 特别的 当N等于1的时候 这就是它的通向公式 是不是 当N等于1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AM比A1了 就是它的通向公式 这个在等比数据里非常常用 比如说A6比A3等于多少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口算 A6比A3的多少 Q立方 是不是一下就算出来了 对 A200比A100呢 Q的100次方 是这样吧 好 所以赵金用的是这么一个结论 好 那再来看第四题 说明什么 A5是20 A15是5 问你A20是多少 那么这个怎么算 昨天我们讲过 如果有一个等差数列 那么脚标是等差数列的这些项 也构成等差数列 是这样吗 就如果AN是个等差数列 那么A1 A3 A5 是不是也是等差数列 A1 A4 A7 A10 是不是也是等差数列 那这个在等比数列里成立吗 如果AN是等比数列 那么脚标是什么 比如说脚标是等比数列的 脚标是等差数列的这些项 是不是仍然构成等比数列 比如说AN是个等比数列 那么A1 A3 A5 A7 是不是构成等比数列 公比是多少 Q方 那A1 A4 A7 A10 构不构成等比数列 也构成公比是Q的 Q的立方 是这样吗 你可别想错了 别说脚标是等比数列的 A1 A2 A4 A8 构成什么数列 不知道 反正不是等比对不对 因为你想A1和A2 是不是中间要成个Q A2到A4 是不是就成Q方了 A4到A8 是不是就成Q四方了 是这样吗 注意一定是脚标是等差数列的 那么它也构成等比数列 就如果M N P 构成等差数列 那么 AM AN AP 同样构成等比数列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A5 A10 A15 A20 构成什么 构成等比数列 对吧 那你猜一下A20应该等于多少 有人说A10 A10 A15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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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样算就出事了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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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A8 A8 A25 A7 A8 A7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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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m A8 A7 A9 A8 A8 AE8 那么前三项的核 中间三项的核和最后三项的核 是不是也构成等达数列 那这个性质在等比数列里成立吗 比如说有一串数构成等比数列 来看一把 我取前面的n项 a1 a2 a3 一直到an 这是不是前n项的核是这样加起来的 好那这一项是多少 是不是an加1 根据通向它应该怎么写 an加1等于什么 是这样吗 那这一项应该怎么写 下一项 a1乘q的n加1次方是不是 我把它做一点变形 a1乘q的n加1次方 注意我写成 a2乘q的n次方 你看行不行 可以吗 那下一项呢 a3乘q的n次方 一直到最后一项 an乘q的n次方 是不是这样的 好那再下一项应该是谁了 对吧 这是a1到an 这是an加1 n加2 这是a2n了对不对 这是不a2n加1 应该怎么写 a1 应该怎么写 a1q的2n次方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叫a1q的n次方 q的n次方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那第二项呢 a2q的n次方 再来q的n次方 这是anq的n次方 再来q的n次方 你发现 第一行 是不是就是s 是这样吗 那第二行呢 s2n-sn对不对 它等于什么加起来 就这一行加起来都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a1 一直加到an再乘以q的n次方 所以等于q的n次方乘s 是这样吗 那这个等于什么 s3n-s2n 对吧 你把中间的提出来等于什么 是不是上面这个叫 q的n次方乘sn 怎么样 再乘q的n次方 依此类推 所以你发现一个什么规律 就是昨天我们在等差数列里讲的 如果有九个数乘等差数列 那么前三项的和 中间三项的和 和最后三项的和 是不是也成等差数列 那如果这九个数 是成等比数列呢 那前三项的和 中间三项的和 和最后三项的和怎么样 成等比数列 是这样吧 也就是说 第四个性质了 sn s2n-sn s3n-s2n 点点点点 是不是这样一串数 怎么样 成等比数列 觉得难吗 我发现你们很迟钝啊 是因为很难吗 还是因为你看不懂这个表达形式 s2n-sn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就是把s前2n向的和加起来 再去掉前n向 是不是就从n加1向到2n向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从2n加1向到3n向 是不是一段一段这样截开的 对吧 这些数也成等比数列 所以第五个怎么做啊 你发现s4是不是1啊 比如说你看s4是1 s8是4 所以公比为4啊 注意是s2n-sn嘛 第二项 所以第一项是1 第二项是几啊 第二项是3对不对 那他要求的那是第几项 难道你们拿到的东西 跟我不一样吗 等比数列an中前n向和为sn s4等于s8等于4 是这套题吗 对 那为啥你们都没反应呢 感觉你们做的不是这套题一样 s4等于1是不是第一项 第二项是几啊 3 是4还是3 第二项是4还是3 是3 s2n-sn是不是在这呢 对吧 那要求的是第几项 第几项 是不是s20-s16 这是第几项 你就数嘛 第一项是4 第二项是8-4 第三项是12-8 第四项16-12 是不是第五项是20-16 对吧 所以相当于是一个等比数列 第一项是1 第二项是3 求第五项是多少 算出来 还是都没算 你看你们反应那么迟钝呢 今天 还是太难了 如果觉得难你及时说啊 我们可以讲的简单一点 如果你们没反应 我会顺着这个难度持续往下讲 好吧 所以都81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关于这个 等比数列 也跟我们昨天等差数列对应的一些性质 我再强调一点啊 我第一次给你们讲课的时候 我就问过你们了 以前讲的你们能不能记得 对吧 你们所有人都告诉我 没问题 肯定能记得 邓雅讲的 我们肯定能记得 对吧 我要求是一样的 我所有的课都是建立在前面你记得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高中的特点 对吧 比如说你昨天等差数列说 我已经忘光了 那你今天等比数列肯定学不好 然后如果你今天等比数列也忘光了 对吧 那我们下一个讲差比数列 你肯定又学不好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函数忘光了 会不会讲到数列 讲到不等式的时候 你也会很郁闷 能理解我这意思吗 就你前面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 觉得上课有的地方 不是很熟的话 你回去是要复习的 否则三十四课听下来 你第一次课会忘得一干二几 信吗 对 你们除了记得帅哥和美女 还是不是集合之外 估计别的也不太会记得什么东西 你没讲那个吗 帅哥是个集合吗 不是 为什么 挺好还记得 不具有确定性是吧 还不错 基本上是及格的 还记得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关于等比数列的几个 很重要的性质 你可以把它每一条 是不是都和等差数列 对着来记 当然这些性 你说我记不下来怎么办 你说记不下来怎么办 记不下来就不要记了嘛 对吧 有人不记怎么办呀 直接用公式嘛 对吧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关于等比数列的一些内容 还剩几分钟呢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讲一道小题 再讲一道小题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这个说是这样的 他说有五个数乘等比数列 分别叫做 1 A X B 16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就这五个数乘等比数列 然后问你X是多少 想听说 正负四 正负四 对吧 这他们都是十数 对吧 是四 还是负四 还是正负四 四 你们声音那么大 人家想说正负四不敢说了 怎么算呀 你这样想嘛 这有五项对不对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经验 是不是 1 3 5 三项乘等比数列 所以马上得到 X方等于16 是这样吗 OK 那X方等于16 为什么你们都说 X等于4呢 因为你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我只看这个式子 是不是 X是可以等于正负四 但是 问题是有好多种方法 可以解释这个事 第一个 你可以写出 X是不等于1乘以Q的平方 是这样吗 它大于零的 还有一种 X方等于16 没问题吧 注意看 那这三项是不是等X数列 等比数列 得到什么 A方等于X 是这样吗 所以无论从这两个中的哪一个来看 X都必须是真的 看到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是一个 在用这边性质的时候 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 你能理解吧 就它的正负 是有其他 那如果我把AV抹了 说1X16 乘等于数列 X就是正负四了 你们再把例三看一遍 例三第几小题 跟这个有关 对啊 例三第四小题 和这个有关的 有多少人在做的时候 验证了这一点 你看A5是20 你注意啊 注意看黑白 这是A5 这是20 A10 不知道是多少 对不对 A15是多少 是5 球多少 球A5 球A20 A5 A10 A15 A20 不好意思 A20 你们就没一点感觉吗 如果这样的 我把它改一改 是不是就有可能不一样了 如果这是A5 这是A9 这是A13 这是A17 可能答案就不一样了 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你发现 从这四项 从等比是等比数列的角度上讲 公比是不是可以是二分之一 也可以是负二分之一 是这样吗 但是你注意 这两个角标可是有关系的 A10 等于A5 乘以Q的几次方 几次方 五次方 这个是就你 什么意思 Q 五次方 是不是说明 A10和A5 和Q怎么样 就A10和 A10等于A5的 A5乘Q的 五次方 所以Q怎么样 可以取正 也可以取负 是这个意思吧 或者说A5 就是A10是 是不知道的 A5是 20 然后同时 A15 又等于 A10乘以Q的 五次方 是这样吧 所以两个 你加起来一推倒 是不是应该是 Q的十次方 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所以 等于四分之一的 所以Q的五次方 是不是可以取正 也可以取负 所以等于正负 二分之一 就它的公比 是Q的五次方 因此这个公比 可正 可负 没问题吧 好 那如果把这个Q改了 我改成A4等于20 A8不知道 A12等于5 求A16 那这个答案是多少 是正的还是正负吧 为什么是正的呢 因为你发现 这两个数之间 是不是相 就是它的公比是Q的 四次方 必须是正的 因此这两个数怎么样 同号 这两个数同号之后 说明这两个数呢 也同号 所以这只能是十 这就只能是二分之 是这样吧 而这样的题 只是说明 这两个数同号 这两个数同号 所以这个取十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可以取二分之五 这个可以取负十 这个就可以取负二分之五 看懂这个里面的陷阱了吗 对吧 所以我说我做完之后 你们居然后期当都不发凉 如果你不验证 这道题如果不是这么处的 这道题如果是这样出的 因为我这道题出的 还算比较明显 是不是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吧 那我反过来 如果比如我出一个 A37是多少 对吧 然后A37加13 A50是多少 或者A37是多少 A49是多少 类似这样的数大一点 然后空间再拉的长一点 记住 一定要去判断 它两项之间 到底是差Q的几次方 很简单 就是看它两项之间 可不可以不同号 如果是差Q的偶次方 是不是这两个数之间怎么样 必须同号 就像这个一样 是这样吧 这两个数之间 是不是差的平方呢 所以必须同号 所以这个数 只能是四 能理解了吗 这是等比数列中 一个超级大险级 对吧 这道题属于这个 我们运气好 没有掉下去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 例三 来最后我们这个最后一个 来请大家看一下例次 以致等比数列 An的公比Q大于4跟2 是A1和A4的一个比例中向 等比中向 等比中向就是A1 4跟2 A4乘等比数列 对吧 A2和A3的等差中向为6 什么叫等差中向 就A26A3乘等差数列 对吧 然后若数列Bn满读Bn 等于Log2An Log是什么 需要问我吗 我会把这个风度 转达给邓阳呢 然后让你求第一个 求An的通向公式 第二个求An乘Bn 这个新数列前映像的和 大家只要做第一个就行了 主要例次好做吗 来我们一块来说说这道题 若4跟2是A1和A4的一个等比中向 并且A2和A3有一个等差中向的关系 你是不是可以列出一个方程叫A1乘A4等于32 然后A2加A3等于6对吧 那根据消源的思想 我们把谁消掉比较好 是吧 A1乘A4变成A2加A3 A2乘A3 你们说那我能不能把A2加A3变成A1加A4呢 不行 可以吗 可以吗 这是不可以 因为它是等比数列吧 等比数列是不是只有A1乘以A4等于A2乘以A3 这个条件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只能都把它变成A2和A3 所以得到A2加A3等于12 A2乘A3等于32 一万二次方程 这样解决一个是4一个是8 那谁是4谁是8呀 A2是4A3是8 因为Q大于1 是这样吧 所以这样这个等比数列的通向 我们就写出来了 An等于什么 2的N次方 那Log2An 这个Bn是什么 你看啊 An算不算是2的N次方了 那Bn是什么 是不是Log22的N次方 Bn就是N 好 那么所以AnBn这个数列中 它的通向是什么呢 是N乘2的N次方 所以就这么个数列 好 于是第二个呢 让我们求的是这个数列前向的核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数列有什么特点 这数列是等差数列吗 这数列是等比数列吗 也不是 对吧 但是它有什么特点呢 你发现这是个等差数列对吧 这是个等比数列 是不是也是等差数列 对吧 凡是这种一个等差数列 乘上一个等比数列的 我们都管它叫做差比数列 这种数列在高考率 只有一个考点 就是求它前向的核 就知道你求这个东西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下节课 我们开始来给大家讲这件事情